为主的icherung 耳朵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汉宥 大家好 我是王沃大 我是朱担 我是李琼元 我是王伯杰 我是张浩天 韩宇哥说 他其实拍了很多的年代戏 战争戏 其实他一直在等一个 爱情电影的剧本 后来看了这个故事以后 他跟我说 他终于等到了 看完之后 我们首先被剧中的故事情越难对 这个电影的男一号 亚鹏这个角色 其实就是一个 都市里面的一个成真的男士 都没有找到自己的真爱 电影当中有那么几场戏 是跳几段风格 完全不一样的舞蹈 他每天都在坚持训练 甚至把自己的膝盖都摸破 我每天看自己膝盖 很累伤啊 伤疤啊 我觉得我都已经剧中了 当时问他为什么这么坚持 只有真的特别喜欢一个 就是特大一个角色 在女人队上不这么多 梁蕾其实很大程度上 是很真实地反映了 现在一些剩女的亲戚 他就非常明确 这个男人就是我想要的 并且是直接奔着结婚去的 当遇到问题的时候 能够非常干脆地就切断 就敢爱敢恨 陈希是一个非常温柔 然后稳静的女孩子 在剧中很值得观众 同情跟理解的剧场 其实她是一个 对爱情非常执着 当你太爱一个人的时候 有时候会过度和自私 那孙薇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爱情 我希望大家能够去很快乐地去很愉悦地去享受这样的一个拍摄的过程 谢谢叔叔 演的不是大胆 你 你 你吃了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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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了四次 你吃了四个马 我吃了四个马 你吃了四个马 道具下次可不可以弄得比较凉的署名 谢谢大家 也都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1月8号 看电影 我爱的是你爱我 然后跟身边的人说 我爱的是我爱的 你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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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谢谢